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是在做小学到高中三年级 十二年级当中我们也都主张分级 两岁左右的孩子 他会有声音的学习语言的一点敏感 两本书以大量研究数据 阐明了早期阅读的重要性 今天读书让我们一起走进 李潘会客厅值 对话聂振宁 欢迎来到读书 今天我们特别把聂振宁先生 请到了我们的演播室 一起来分享他的新作 《阅读力决定学习力》 欢迎您 聂先生 李潘你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昨天我们聊的都是学龄前的儿童的阅读 是爱上阅读 学龄前儿童分级阅读这样的一本书 今天就要升级了 咱们昨天是学龄前 今天是上学了 聊的是小学生以上 一到十二年级的他们的阅读 这本书叫 《阅读力决定学习力》 提高阅读力的十一堂课 为什么阅读力就是学习力 阅读力是什么 学习力是什么 都可以看出来 阅读力在我研究和综合了 其他阅读学专家的一些意见 我把它定为三个层次的内容 第一个是阅读兴趣 第二阅读习惯 第三就是阅读能力 阅读能力这里面有三个层次 读懂一篇文章的能力 读懂一本书的能力 再一个能判断这本书 好和坏 喜欢不喜欢的能力 第三 举一反三 联想创新的能力 这样这三个能力 跟学习力是直接相关的 什么叫学习力 我看教育专家们 他们在这方面有很深的研究 归纳起来也是三条 第一条 学习动力 学习动力 爱学习 不爱学习 这很重要 第二学习毅力 能不能克服困难 坚持学习 第三 那就是学习能力 学习能力对于一般的学习来说 就是听说读写 特别是语文学习 就听说读写 能听得懂老师讲什么 然后能说出回答问题 最重要的是读 读课文 读老师推荐给我们读的书 指定阅读的书 甚至是读自己喜欢读的各种书 然后最重要最后达到什么目的 写 听说读写 因为读别人的书写自己的作文 那么听说读写 我们就看跟阅读能力是直接相对的 你能读懂别人的书 你就能写更好的文章 更好的作文 于是就能够联系实际联想创新 那么再往上走 阅读习惯直接支撑着学习义力 因为学习有困难 但是我有习惯 我要坚持学习 然后呢 更重要的是 我有阅读兴趣 因此它可以支撑 推动你的学习动力 我们学习动力 有些是孩子被父母亲 寄予巨大希望 给孩子很有压力 他只好努力去学习 但是内生动力 是爱阅读爱学习 所以咱们用大白话来说 就是说喜欢阅读的孩子 他也会更喜欢学习 对 然后或说学习能力也会更好 对对 有一位教育专家 全国著名的一位语文特技教师 他说啊 学习成绩好的学生 他的学习能力不一定强 大家要注意啊 而阅读能力强的学生 他的学习能力一定也是强的 这什么话怎么说呢 学习成绩好 老师家长管得很严 同学们竞争很激烈 我学习成绩只好努力往上走 成绩好 但是学习能力不一定强 为什么 学习能力 它是由阅读能力决定 那么阅读能力强的学生 他可以自己读书 读书以后可能 提取里面精华 有自己的思考 那么他学习能力一定也是强的 你看这个很重要 那么也有国际上一位著名的教育大家 叫苏火姆林斯基 他的名言是什么 要使学生变聪明起来的办法 不是补课 不是增加作业量 而是阅读 阅读 阅读 你把阅读做好了 学习会上去的 你要理解这个因果关系 不是增加作业量 不是补课 不是让他们增加负担 当然你要关心他读的是什么书 是好书还是不够好的书 不够好的书要做引导 好书要激励他继续读 所以您也就提到一个问题了 就是小学生的阅读 究竟该怎么选书 对 书里呢 您的书里也有专门的这样章节 来论述这个问题 那您能不能给我们一点建议 怎么给孩子选书 我们教育部课程标准里面 有指定 每个年级段 都有指定阅读的图书 都有推荐阅读的书目 那么就按我们教育部门 指定的去读书 这是个基本 但是有一条我得补充 如果出现了新书 孩子们特别喜欢的 这也是不要排斥 让他们读 只要是好书 我们国家的出版业 都是在这个 按照正确的方向导向 和内容质量 印装质量来做 所以呢 孩子突然喜欢上某一本书 班上同学都要追捧这本书 不是指定阅读的书 那也是正常 再一个呢 我觉得要让孩子选书 让孩子 kunne比较减赫 事宜 那就是 对 我也认为 确认 请 想 让 我 失败了 音乐 没 我 母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读书笔记 读书的好词句的记录 特别是好句子 因为我说我小学五年级之前 我也是调皮捣蛋的一个男孩 后来因为我母亲带着我读书 她事实上是用她的阅读来影响我 她自己读书 读完了她就困了睡觉了 书都摆在那里 那时候你想想看 是六十年代 书很少 所以《灵海雪原》《青春之歌》 这些书摆在那里 我就拿着读 读了以后我觉得 有些句子特别好 我就动心了 我就记下来 后来用到作文里面 老师说这个开头很好 开头我自然超来的 但是这个开头我再编一编 变成了很多作文的开头都可以 所以就是读了 就要动手把它记一些 这个是非常重要 所以您看您这本书 事实上让我们知道 阅读对于孩子来说 有多么重要 然后具体到阅读中 怎么让孩子爱上阅读 有些什么样的方法 在这本书里用十一堂课 都讲得明明白白 清清楚楚 大家可以直接打开书 去学习学习 谢谢您用两天的时间 和我们分享了 从零岁孩子一直到十二年级 他们的阅读 也感谢您和我们一起来 关注孩子的阅读 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